大家好,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我是李國慶 每當金融市場波動加劇,投資者的風險為納縮減 資金就會沽售股票或商品這些風險資產 並且將資金停泊在一些避險資產之上 美國國債和黃金就是兩個主要的避險資產 我們之前探討過如何透過債息升跌去判斷經濟強弱 以及中央銀行的息口預期 除此之外,美國國債也有避險功能 這亦與美國國債的特性有關 首先,美國國債的違約風險較低 利息支付能力亦較強 因此當經濟不好又或者金融市場不穩定的時候 資金很多時都會流入美國國債避險 可以尋求既安全又穩定的回報 另一個傳統避險的資產就是黃金 亂世渣黃金是傳統智慧 時至今日,很多時金融市場動蕩之際 黃金都會成為資金避難所 黃金並不會派發任何利息 黃金的最大特質 是被環球中央銀行廣泛接受的貴金屬 歷史上,黃金也曾經是流通貨幣 亦曾經與貨幣掛鉤 獲得市場廣泛認可 令它成為避險工具 除了債券和黃金是避險資產外 日元近年都有類似避險資產的功能 由於日元套息交易活躍 當避險情緒高漲時 資金就會回流日元 造成日元有類似避險資產的走勢 所謂套息交易 其實是因為日本利率長期處於極低的水平 在市況好的時候 投資者就會透過借低息日元 去兌換成其他貨幣 去投資各種風險資產 一旦市況逆轉 風險資產遭到拋售 投資者就會對回日元 去償還貸款 資金就會回流日元 令到匯價上升 因此日元在金融市場動盪時 就會升值 成為另一個避險的訊號 總結而言 觀察市場的風險編號 和投資情緒 初歌可以留意避險三寶 即債券、黃金和日元 他們這三兄弟 越受資金追捧 投資者就越要謹慎 我們給大家搜捲 平板 有人孩 想要負責 銀行 高兴 有沒有 就算